部長好 TVBS提問 想請問一下近期的疫情趨緩 今天更是加零 那由於KTV和八大行業的業者都說 快撐不下去了 想請問這方面近期有可能有新指引 鬆綁嗎 第二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目前安親班 內部人規定每個人間隔是2.5 2.25平方公尺 不過開學之後 家長更多學生 要到安親班 這樣可能會塞不下 那家長也會有很多 不方便 得把小孩接回家 請問安親班指引會有所調整嗎 謝謝 大概這些 在目前 我剛才講過就是說 雖然我們今天看到這數目只是一個零 當然大家都高興 不過這只是一絲的 這希望 那剛剛達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把這樣的 一個成果 能夠把它維持住 所以一定要在觀察一段的時間 才會有進一步的放鬆 謝謝部長 想請教一下 今天社區就是 零確診 然後我們的二級警戒9月7號之後 我們會考慮規劃要降級或者是放鬆標準嗎 第二個問題是想問說 其實在記者會之前 就是資深媒體人Joey Cole他在臉書上面放了一個 壓蛋的圖片 然後台南市長 黃偉哲他也是率先公布全國 加領 然後我想問他們這樣事先 先公布一下個案的 資訊的話 我們會去查嗎 謝謝 這算不算是這個 個案的資訊 那不過他們會知道 我也覺得有一點奇怪 那不過沒關係 我們會查一下就是說 這裡面 在承辦的對益保密有沒有做完整 這大會查 那對個案這東西 我們大概 他不算是個案嘛 但是對我們自己的內部的管理 我們要檢討 那9月7號會不會放鬆 那這兩個禮拜是我們的觀察期 但今天算是一個好的開始了